鼓鼠鼻巴部 鼓鼻巴部 鼓鼻鼻巴部 鼓鼻鼻巴部 鼓鼻吹的對 鼓鼻巴部 鼓鼻鼻巴部 鼓鼻鼻鼻巴部 鼻鼻什麼東西 耳鼻巴 耳鼻巴嗎 耳鼻巴嗎 耳鼻巴 什麼東西 耳鼻就沒有耳鼻 對 好簡單喔 你好厲害喔 很大型 有提示嗎 這兩個都是動物 而且長得滿像 烏龜 硬硬的 烏龜 對 烏龜移的 是烏龜 你說烏龜 看就是很像的動物 那烏龜蕭 什麼東西沒有尾巴 等一下 因為他們有一道菜也是 他們說我自己覺得是烏龜 但是他們說不是 他說那個是鱉 鱉 你說兩個動物 對 所以一個是烏龜 然後一個是鱉 他們的差別是什麼 烏龜什麼 然後那個什麼鱉 然後小 尾巴 對 沒有一包 OK 我知道了 你怎麼知道 我會答案 好 你講 那個 五十步 削一百步 一百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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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十步 削一百步 他們兩個甚至連 五十步 削一百步都不知道 五十步 就是 譬如說 我削你很窮 我就很窮 其實我們的收入差不多 沒有 因為我都在交稅 我又下了稅 對 很像 很像 這萱萱來解釋 孤秋鼻無味的意思 孤秋鼻無味 孤跟鼻都是 都是動物 烏龜跟鼻的 烏龜跟鼻 他剛剛是孤跟鼻 對啊 什麼孤跟鼻 他們兩個的尾巴都很短 然後互相笑對方說 你的尾巴好短 就代表他們兩個都是一樣 對 好有名義 對 我英文也有這句 真的嗎 英文是什麼 The pot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 對 就是這個意思 這什麼意思 就是 孤秋鼻無味 沒有 我剛剛說的英文是什麼 就 孤秋鼻無味 你的英文有那麼爛喔 沒有 我剛剛沒聽到 你再說一次 The pot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 對 英文兩個都是黑色的 然後他們鼻子就在說 你好黑 然後另外就是你好黑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黑的 真的耶 我猜了多時間了 接下來是聲音題了吧 接下來是聲音題 我們要請小小米老師 放出一個聲音 請支援收音 請問 會在哪兒聽到這個聲音呢 可能在你搬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 豬柳針啊 什麼的 豬柳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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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是搬什麼 對 移民宿啊 他們都會說 可是這個聲音 只會在一個地方出現 在一個地方 就移民宿 台灣人都知道那個聲音 台灣人都知道 對 請支援收音 銀行嗎 銀行不太會支援收銀 收銀 收銀就是收錢 收錢嘛 對 ATM ATM 他跟誰說請支持收銀啊 對齁 大賣場 大賣場